好,這樣我們之前解了一個神廟在這邊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繼續往這個方向飛過去 噢,大概這邊有個神廟 就這樣飛過來了 現在這邊是沙塵暴,所以我沒有辦法秀給大家看在哪邊 可是大家之前看我的方向就知道,我是從那個tower 這個沙漠塔飛過來的 到這邊以後就可以解這個神廟 這樣大家都照我的方向飛過來就對了 那等一下我解完這個神廟以後,說不定我們的沙塵暴就會結束了 那那個時候呢,我就來再秀給大家看這個神廟到底在哪邊 我先進去躲一下這個沙塵暴 好,這個神廟叫做Electric Path 電,發電的這個路 那首先我先換一個武器 換這個40的好了 這樣一看到一個Guardian,他很爛 給他一刀就再見了 之後呢 就來到這邊 這就是我們的發電的路徑 Electric Path 這樣這邊有個電梯 你就過去把那個 導電的這個球拿到 拿到手 怎麼拿到手呢? 就是 不是用吹哨子 用實體 這樣就把它拿到手了 可以拿到手以後發現沒有電 你的這個 呃 所以發現你的 電梯喔不會動 做法就是 你吸了這個鐵球 然後讓他這樣一路通電 這樣就可以把你運送回這邊 然後再繼續把鐵球 放到這邊去通電 就可以到樓上邊 然後這邊有一個 箱可以拿 這有個刀 這刀是25的刀喔 我 我的刀現在應該都已經 超過25的吧 所以 有這個 比如爛的這個 22的我把它丟掉 然後拿這個25的刀 好 這邊有兩個Guardian喔 這樣子 哈囉 等一下來解決你們喔 好 所以等電梯上來的時候 我們就 也往上走 這樣子 但是不要忘了 等一下我們還需要那個 電池 所以我們要把那個 電池也吸上來 好 線上來這邊 等一下我們就需要這個電池 然後這邊有兩個Guardian喔 哇 這樣子 你可以 下去把它們全部解決 因為它們很爛 但是你也可以 動用這個 這個 電喔 這樣子 吸過去以後 吸到這邊 然後放到下面 你看會導電 導電之間 Guardian就會被你電死 這樣子 把它電死以後 我們就把這個 導電的這顆球 放到 這邊 好讓它先不要導電 不然等下我們下去的時候 我們自己會死 這樣子 這邊有些鐵板 這邊有個鐵塊 我就用 主體要把它推出去 這樣 然後 之後我再把這個 發電的 球 運送過來 不過在那個之前 我想要看看這個 到底有什麼 這沒什麼 這只是鐵塊而已 欸 這邊有一個 寶箱 把它截起來 這寶箱是個 Ancient Core 還不錯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 導電的這個球 吸起來喔 注意不要把自己 電死喔 然後我們就這樣子 放到這邊 好險沒有掉下去 然後我們就把這顆球 帶到上面去 我想為什麼不動 這樣我們就做電器到上面 然後把這個 這個發電的放在這邊 這樣通電以後 那邊就有電梯會過來 這 Electric Path 不過在我們繼續做下去之前喔 在我們繼續做下去之前 我想跟大家講說 我們剛才不是從這邊上來的嗎 有電梯啊 在這邊啊 然後坐上去啊 我們剛才從這邊上來的 不過如果你 不上來的話 你直接從這邊 下去的話 你直接從這邊 下去的話 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關卡可以打 因為打開的話 這邊的電梯也會 啟動 機關超多的對不對 然後就坐這個電梯也可以下去喔 下這邊 下這邊 這個地下城這邊 這邊有個寶箱可以擠 銀色的Ruby 我們等我們電梯下來 這設計實在是有夠 有沒有 知道這一層 這一層就是剛才那個啊 剛才我們 第一開始 坐電梯過來的那個地方 這邊有一層 所以我們上到這一層以後 我們再繼續 破關 我們就 帶著剛才那個導電的 上去這邊 這邊有電梯上去 好 但剛才我們就是拿了這個 發電的這個球 然後到這邊喔 所以我們現在要繼續的過關 現在有這個發電球在這邊以後 這電梯就會動 那邊有個寶箱 你看到了嗎 我們可以擠這個寶箱 那電梯動的時候 你碰到那個 可以把它推過去喔 這樣 碰到那個鐵球 不然的話 這鐵球可能會 擋到你喔 這樣 這樣 你再把鐵球推走 然後就可以跳到這邊 這樣就可以拿到這個寶箱 這邊有個四十四的盾喔 四十四的盾 四十四的盾 看一下喔 我有比較 比四十四還要爛的盾嗎 我沒有 我沒有比四十四還要爛的盾 所以如果你想要拿這個盾的話 就是這樣子拿 我們再等電梯過來 那電梯呢 電梯還在那邊 哇這個關卡設計的實在是 實在是太仔細了 好 跳上去 就過關了 好 我們就解開這個關卡喔 這樣子 那現在很冷 我們再換一個保暖的衣服 好 換好以後 剛好紅月亮 好 換好以後呢 剛好紅月亮 紅月亮結束以後 沙塵暴也沒有了 我來秀一下 現在我們到底在哪邊 我們現在大概在這邊 在這個 在這個 Gerodo Tower的 東南方 這邊 剛還有沙塵暴 所以不知道大家在哪裡 大家在這裡 這邊 這邊 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神廟 這樣子